大家好,我是妙招姐 今天妙招姐来教大家几个保存鸡蛋的小技巧 第一,鸡蛋保存前一定不能用水清洗 因为鸡蛋的表面是布满了很多细微的小孔的 而鸡蛋产下的时候,这些小孔是被一层胶状物质封住的 它的作用就是防止微生物和细菌侵入鸡蛋 如果用水清洗,蛋壳上的胶状物质就会被洗掉 这样细菌就会趁虚而入,在蛋内滋生,破坏蛋内组织 而且清洗的过程中,水分也会渗透到鸡蛋内部 使新鲜的鸡蛋很快变质,不能食用 第二,鸡蛋的保质期 在夏季室内常温下,鸡蛋保质期为7天左右 在冬季室内常温下,鸡蛋保质期为25天左右 而温度在2摄氏度到5摄氏度的情况下 鸡蛋的保质期可以达到40天左右 所以,将鸡蛋放进冰箱保鲜室里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保存方法了 另外,我们保存鸡蛋的时候 把鸡蛋大头朝上,小头朝下放置 这样也可以延长鸡蛋的保鲜时间 让鸡蛋不易散黄 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 煮鸡蛋不破壳不粘壳的小妙招 和3个快速剥鸡蛋的小妙招 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妙招姐 然后,关注或回复 煮鸡蛋和剥鸡蛋就能看到哦 除此之外,大家关注妙招姐还可以看到600多个 实用有趣,省钱省电,便费为宝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 要是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